加拿大和中国两国的关系 近年来因为孟晚舟事件陷入低谷 加拿大政界 媒体和民间 对于中国的负面言论和情绪 也不断地受到煽动 但是有曾经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 加拿大人就认为 加拿大本地媒体并没能 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 片面的信息不利于双方 而西方国家应该构筑桥梁 与中国沟通 而不是孤立中国 Chris Pereira曾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 15年并有一个中文名字彭加荣 他曾在华为公司任职 媒体和公关经理多年 他在两年前回到加拿大 但是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密切关注 他说很高兴看到中国在2020年 迅速控制新冠疫情 经济平稳复苏 不过彭加荣表示 但是注意到在加拿大媒体政界和民间 针对中国的报道和言论 几乎一边倒的都是负面的 自己作为曾经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 深知这并没有反映出真实的中国 彭加荣认为民和双方的分歧 西方需要更多的沟通 而不是试图孤立中国 那样只会让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深 他表示正因如此 他在返回加拿大后 创建了Canadian Ecosystem Institute 加拿大生态系统研究院 不仅是一家科技行业的资讯企业 同时还是一个沟通中西方交流的智库组织 凤凰卫视组科琴 苏惠文温哥华报道 质量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